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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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這個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下去輕一點 然後 開始拉的時候傾斜一點點 這邊下去之後 倒一個圈 倒一個圈之後再往前 再到第二隻圈 那好可愛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今天是咖啡日的特別活動 平常煮咖啡嗎 對啊 怎麼對啊我說平常煮咖啡嗎 平常煮咖啡 我聽人說今天要煮咖啡嗎 平常都買咖啡 所以對咖啡講究嗎 沒有那麼的講究 但是想喝好的咖啡 而且我之前有在咖啡廳工作過 唸書的時候 對讀大學的時候 現在那個咖啡廳叫什麼名字 現在那個咖啡廳已經收掉了 那你有在咖啡店打工過嗎 我現在就在咖啡店工作 那如果他來你咖啡店工作 你咖啡店可能會收起來 我覺得命應該蠻硬的吧 畢竟開了 七年了 七年了 我剛才歡迎舒華 舒華老師是幫我們出了 八公種咖啡豆的好朋友 幫我們調配跟烘了八個 屬於不同工種口味的咖啡 十幾種 但是我們的錢 我們錢只夠付八個 其實今天下午是一個 粉絲特別見面活動 基本上不是來見我們的 而是來見他的 其實有一些觀眾朋友都覺得很ㄎㄧㄤ 就是為什麼工業的人要出咖啡 然後為什麼咖啡豆有屬於 比如說木工灘應該扮演什麼味道 然後鐵工打鐵的人應該是什麼樣的咖啡豆的味道 請問這個是一個 你自己亂配的噱頭嗎 還是拿來騙我們錢的工具 節目我剛才問得都騙了一下 我以為他們是怎麼鐵工咖啡的味道 鐵秀的味道 所以鐵秀是什麼味道 身為CNC的工業女子 你真的聞過鐵秀味嗎 跟那個血是不是有點像 鐵秀味 鐵秀味 跟血是不是會有點像 跟血的味道有像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像生鏽我把它摸 我手上弱一點那種 這個是 這個是碳鋼 這個是就是黑皮的碳鋼 那跟他們做CNC的鐵的 因為鐵裡面含量非常多種 所以如果你有聞到最像血的味道 其實是 用十元的砂輪機180番 拋出來的鐵血紋 它超像血的味道 因為裡面還有那個 砂輪膜片 研磨片上面的礦物質 其實沒有聞過 好像沒有 專業了 專業了 因為像我們喝咖啡 我們會有很多風味 它其實就有點像 你在喝的時候 你的過去經驗的一個想像 因為我覺得鐵工程 是一種很重的感覺 那以顏色來說 我就會讓它偏正比較黑的 所以它是創作的人 對耶 創作的人就是 很像你在畫圖畫畫 畫一個你家的樣子 就每個人畫出你家的樣子 都不太一樣 你畫出家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家的樣子裡面有我嗎 有有有有有 有嗎 在裡面打掃嗎 但是它的那些味道跟選豆子跟烘豆 它是一個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任何學校有這樣子的科系 也沒有這樣子的 沒有 其實有科系是算算滿 自己也是從國外有的 但是台灣的咖啡其實是滿厲害的 在世界各地 很強 你應該要大聲一點 很強 很強 當時我們會找到舒沃老師 其實是 我原本是客人 然後我從客人喝一喝之後 我就發現 我原來他是台灣超強的烘豆子 就是很多很厲害的朋友們 我們就是厲害的朋友跟厲害的朋友 介紹介紹 你剛剛是不是這樣子 你剛剛是不是 好比說現在的人 我們要學喝咖啡 就是我發現你沖出來的咖啡 我跟你買一樣的咖啡豆 我一下沖感覺完全都不一樣 是這樣嗎 很強 咖啡其實就跟做化學一樣 跟你在做菜一樣 不管你烤的火候多少 你的煎的時間的長跟短 其實對味道就會差異量大 我先試看看 沒有那我自己是板開 我自己是板開 這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 從哪裡去沒有咖啡 真的嗎 真的有啊 回來這樣你退背 消極會告你 我就說 那你把它撕開就可以 但是 人家不是都會有 殭屍跟掰開的 那我們以前都這樣掰啊 酷欸可以啊可以 你為什麼用一種色色的眼睛看我 沒有 因為我是板開啊 你的沖煮空間就變大了 但是你很可能就會變這樣 何謂沖煮空間 我們在煮咖啡的時候 就有人在泡茶 因為很小的湖 在泡跟很大的湖在泡 它的風味差異就不太一樣 很大的湖你就會覺得很強 你就說這樣就多上面這一段 水就可以淹得比較上 我也是這樣子翻開 你也是喜歡掰開的 嗯嗯嗯 怎樣 你講起來 我想起來那也不對嗎 你表情的問題還是長相的問題 你的方法 方法的問題 工業人的方法 很強 所以這是概念 空間越大的時候 它的香味就會越出來 你的空間空間就越好 那概念二呢 像二可能就要從我的性喪課程 才去挖掘了 我性喪課程是希望 可以有味覺和平常 希望你找到你喜歡的咖啡 是怎麼樣的樣貌 接下來就會教你 怎麼做出你喜歡的咖啡 舒瓦老師的線上課程呢 裡面有六十幾種的皮片包 它可以讓你找到你喜歡的咖啡 總而言之 其實這集不是業配我們 是這集幫舒瓦老師業配他的線上課程 那我們離開店時間大概只剩三個小時 到底要交還是不交 走吧 我們這樣快速的煮完 就可以在你的店裡面打工了嗎 可以啊 還是我們會不會只站在門口當招待而已 這樣也很棒耶 耶 我們現在是屬於一個賽前決鬥 如果我跟舒華 兩個都是沖一樣的咖啡 然後潤高下 好 我大概有概念啦 前面就是要滴兩下 然後讓它醒對不對 亂講嗎 可以干擾嗎 我干擾的方式要先把它踹倒 對 要拉高對不對 打開這個渠道 等到水充滿 他完全跟你不一樣 欸 你怎麼不沖了呢 你怎麼停下來好了 欸為什麼我比你早沖 你的水流比較快 對我們現上課程 再慢慢跟你說 好了我就可以了 真正咖啡的王者 這樣會不會現上課程 就要說了 然後現上課程第一集就說 各位 我今天來教大家怎麼要水充咖啡 你先喝一杯 然後形容一下那個味道 是有那個法國麵包的味道 就是有蠻清爽的酸味 因為你們現在不一定拿 有可能你們拿這杯是他的 有可能拿這杯是 所以如果你們兩個杯 講起來的形容沒有一樣 完全不一樣啊 你喝喝看 差很多欸 差很多 真的嗎 因為在中間的過程 他剛剛就等很久 你剛才說你比較慢 這個比較酸 然後這個有烤麵包的味道 舒華老師的杯裡有貼綠色的 我的是貼黃色的 喜歡的喝掉 然後給鏡頭看 JOP 我現在你們要下架了 欸我們鬥犬 鬥犬子很來的嗎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不是因為我比較 快先下了喔 這很正常啦 這很正常 因為你剛剛不是說要喝起來 怎麼可能不一樣 那我就沖一個很淡的 可能我喜歡淡的 是你們可能工業人喜歡濃的 我喜歡濃的 這很難講 咖啡這個東西本來就沒有對跟錯 所以這結果我覺得是 是非常好 因為你會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 有時候你想要味道重的 我沖慢一點 你想要沖清爽一點 我沖快一點 其實差異還蠻大的 其實真的蠻不一樣 所以你剛剛是不是說 沖起來的我可能不一樣 真的 真的會差很多 我們現在沖的是超人的好咖 超人的好咖的 豆子是什麼豆子 肉是哥斯大的 然後有三種處理法 日帥水型 全世界蜜處理基本上 就是從咖啡店出來的 來下一杯 請開始 請問第一杯喝起來怎麼樣 這一杯比較 對啊味道比較單調 這一杯比較單調 可是這杯有點太強烈 因為一杯是比較 酸味比較多一點 有一杯比較水啦 我覺得一杯水太多 但另外一杯又比較偏強烈 好 有杯比較水喔 水比較多啦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個八個工種的咖啡的 插話就是插話的 嗯 非常漂亮 非常厲害 所以呢 我喜歡喝的 好一次把它喝掉然後舉起來 3 2 1 請舉 欸我選到 喜歡窄窄的 是不是 欸是不是 所以妳是選誰的 綠的 我選綠的 妳是怎麼 黃的黃的 但妳知道剛剛擦在哪嗎 所以他還是喜歡衝我喝一大杯的 對 是啊 下個 下個 所以這樣擦在哪 你這樣溫度太低了 所以你會覺得喝起來淡淡的水水 覺得沒有那麼酸 你沒有把東西融出來 這個在我們現場課程的 有一段講溫度的時候 也會講到 下一杯 我們現在想要嘗試一個人性的嫌惡 就是我們把兩杯用一樣的 我就看他們可以多唬爛 我們可以用這個就可以測出 就是到底他們是真的會 哪有的會 先講第一杯 它比較像一個平產的禮物 中培的 中培的喝起來 嗯 這個Balance 那妳知道 新平衡是 New Balance 還蠻好笑 還蠻好笑的 第二杯 對 第二杯味道比較多 比較強烈的感覺 第二杯味道比較多 我也也是 第一杯比較平衡 第二杯比較強烈 嗯嗯 妳覺得哪一杯比較好喝 這個吧 妳覺得第一杯新平衡比較好喝 妳覺得哪一杯比較好喝 第一杯比較好喝 第一杯比較好喝 那妳呢 第二杯 好啦 我跟妳們講喔 其實呢 妳們兩個喝兩杯啊 都同一個人衝的 喔 都是同一個人衝的 我們兩個就想說 我看你們有多唬爛 剛剛其實只有Mina喝的是 真的是我跟她一人一杯 對對對 你們兩個剛喝的都是同一個人同一杯 沒發現我們都在唬爛 但是我覺得兩個也沒有多唬爛 為什麼 沒有啦 我剛剛聽完你們兩個唬爛之後 我就發現 這一段可能都只能放會影片用而已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準備開店吧 好 我們剛剛經過了一個會內比賽之後 我們現在決定要來正式開始學咖啡了 我覺得專業跟不專業的人差異 你知道差在哪邊 就是如果一樣的粉 你請我跟舒華老師 把他再沖的酸一點 他沖的出來我沖不出來 然後你知道我們怎麼沖嗎 平心意 隨便來 所以我要沖的再甜美一點 就是要開啟一點這樣 有咖啡第一次 你要先放綠子 把它彈開來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欸你要像他這樣子 因為等一下客人在坐在你面前的時候 有時候不管東西好不好喝 就是你知道那個起來的那個氣勢感 可以 是要這樣子 是要有 很強 欸我看很多人都用這個牌子的咖啡機啊 嗯 你知道有一個做馬馬達的那個利民 他收了超多古董 紅豆雞 喔 爸爸喜歡喝咖啡嗎 每天都會來一杯 我早就跟利民的事情講 顯示你爸 煮咖啡的第二件事情最重要就是 你要決定好你的咖啡豆 要把它磨出來 所以待會呢 我們要決定我們的水分比 基本上 大家都會抓一樣 那如果我要知道 淺焙中焙跟深焙 怎麼樣我要抓水分比的話 我要怎麼抓 這個呢 我們有清張課程 保保的介紹 保保的介紹 好 今天我們要沖的是 超認真咖啡的朋友 所以今天的出杯 只要是超認真 就交給你嘛 然後錢我們還是照收 不然好不好 當然 做聲音 可以可以 那我們先量15克喝喝看 為什麼還沖出來就有陰液 1.8而已 1.8 1.8跟15克 你知道差很多 你看 我們這咖啡真的超超精華 我們這麼少的咖啡 可以沖一杯咖啡 我剛剛沒看到那個點點 就我們今年 我們今年開始其實有 我們從國外 買到一些有趣的工具 或者是台灣 它我們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去 回饋給 就是支持我們來一遍的會員 所以有時候你的會員費 其實扣下來 結果你一個工具 可能隨扣就三五百 其實咖啡 我們之後也會開放給會員 特別的口味 或者是特別的價錢這樣 好 那第二個 我們就要開始磨咖啡豆了 好 那所以 要先確定粗細 多粗多細 每一台磨豆機的粗細都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今天自己在家 你不知道到底要調幾 你就先隨便調 如果你覺得充起來很淡 再小細一點 那減中焙 基本上我們的溫度會用 就大概八十九 九十九十這裡 接下來它本放到裡面去了 現在是不是有高有低 嗯 現在如果充下去它就會往這邊跑 那我反正一搖平 好從中間 對中間 繞上圈 好你就往外面 讓全部吃到誰啊 都吃到對不對 好聽 吃到了 好 那它會開始膨有沒有 嗯 那如果是比較淺焙的豆子 就不要等太久 這樣比較香 現在就可以沖了 好 沖久一點 讓水都上來之後 再開始往外 這時候就趕快往外面繞 好沖完就可以聽 好就等它吸一下水 我覺得它沖得很好 天啊 這不像第一次沖的 謝謝老師 因為小時候在咖啡店打完過的 好 我們是不是先喝喝看它 沖的 好先喝看看 是不是很好 欸還不錯 應該吧 是嗎老師 你知道為何嗎 因為我把溫度調好了 測氣調好了 氣息血量調好了 所以它已經是在一個很合理的範圍 因為現在剛才喝可能80分 可是你要到85分 中間的細節就更多 但這一杯老實說 是不是比外面很多咖啡店 不是啊 就是比自己在家床好得多 有有有有 真的 老實教的好 第二個在咖啡店裡面 少女最在意的是什麼 幸福感 或是放鬆的感覺 但是裡面有一個東西就很重要 拉花 拉花 對 那我們進拉花 你們的這個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 下去輕一點 然後 開始拉的時候 傾斜一點點 兩邊下去之後 倒一個圈 倒一個圈之後 再往前 倒一個圈 你看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然後再拿這個 眼睛 老闆你的眼睛怎麼這麼化妝 老闆你要留嘴巴是不是 好可愛喔 好 現在的任務就是這個 就以前在那個打工的店裡面 學了好幾個月的拉花 有那種年輕女生然後來店裡面 然後因為我同事就是很會拉花 然後拉出很漂亮的花 然後他的就是朋友都很高興 可是我做他那一杯的時候 可能就沒辦法做出這麼漂亮的拉花 就只能普通的給他 然後送到他桌上的時候 他就哀嚎了一聲 怎麼沒有愛心這樣子 或是其他的那個圖案 等一下下午如果客人來點 那個男生如果哀嚎的話 我們就再讓他哀嚎 我覺得對 馬上 立下 很強 可以 對對對 我要雪恥一下 他可能在騎車的 所以 而且他那個一邊頭比較歪一點 我幫你加手把 那是一個騎搖擺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是畫眉毛嗎 對 眉毛 欸他眉毛好像還蠻可愛的 嗯 很可愛 好可愛 冬天好 那就等開店喔 我們等開店喔 超音樂Feed style over 開店 開店先準備 好 先混好豆子我們來挑一下 嗯 那這個比較白的這個 都要挑這樣 因為這個就是 餵熟豆 嗯 因為在生長的時候養分不夠 等你在烘的時候他就不會上色 那這個沖起來咖啡就會很乾澀 這個吧 所以 對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這間店叫Stop Over 嗯 因為我覺得 開始就結束了 為什麼 Stop 又Over 沒有 是停止在超越 不是結束 因為我覺得 咖啡店有點像是一種 中 中繼這樣 就像你去 轉機的時候 來的旅客不一樣 可是他去的目的地也不一樣 可是他 終究會在那邊休息一下 或者是 喝杯東西 吃個飯 我覺得咖啡店就有點像這樣 因為我自己在每一個咖啡店的過程 在每一個站對我來說都很有一種 長大的 跟找工作一樣 對 你有出去找過工作嗎 有有有有 我有找過 咖啡店 打掉了 對 有點難過 咖啡店是你人生的中繼站 對啊 所以其實每個人每段人生都會有不同的一個店 其實如果要找好工作的話 就要找 Cake Resume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就是做出漂亮的履歷 然後你也可以在Cake Resume上面找到也很有質感的工作 可以接班的 是業配的工作 對 但是我們公司有兩個人 就是從Cake Resume上面找到 真的 真的 我記得我有收過一些履歷是很漂亮的 後來才發現好像是透過一些 我們以為老闆看到覺得 哇 好用心 真的 其實那種我一看到就覺得這個不一樣 選擇比努力重要 什麼樣的履歷你看到會想要 講良心話 就是 我覺得就是用心而已 因為如果你對這個工作是想要的 你就會去調查它 如果你來應徵 你除了很了解這間公司 至少該做的功課做完了 還可以幫我提出想法 基本上 你可能什麼藥有什麼 我常常在這邊喝咖啡 然後看到你們每年都在挑豆子 然後我來應徵的時候我就說 老闆你知道那個馬札克他們有出一個 識別判定的 機械手挑豆子 你大概投資大概多少錢之後 我大概幾天就公司可以回本 然後回本完之後 我們的營業額也能夠上增到百分之多少 你在電商方面的 社會者錄取 然後年薪大概是兩千多萬 但是他跟你下一句說 但是我一年可以幫你做的是兩個億 然後他再下一句話是說 我從最低企業開始算起 我沒做起來 就算了 我做起來了 我要佔百分之十五的部分 賭啊 又不用 各位朋友 Kakerisman國際人才平台 在全球有超過四百萬的使用者 以及七千多家真材企業 其中包含著許多知名的公司 Kakerisman提供免費的線上履歷工具 及一戰式的求職與真材平台 他的履歷製作工具有幫助求職者 輕鬆打造一份用心及客製化的線上履歷 提供超過五十個精美履歷模板 還有許多來自不同產業的真實履歷範例 你可以透過脫曳圖片、影片 以及投影片、文字區塊等多媒體的元素 輕鬆呈現個人的優勢及特色 Kakerisman同時也是一個求職平台 由上萬筆最新的職缺 下載最新版的找工作APP 一戰解決工作需求 輕鬆找到理想的職缺 我們公司有兩個同事 就是這樣找來的喔 今天是一個特別活動 就是平常不太會出現這樣的狀態 首先我們要先掌聲感謝Sour 謝謝 Sour的咖啡非常厲害 也有他們很獨特的一些飲品 可以先喝 然後等一下下午場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這個活動 會拆 如果你獲勝的話 你今天所有的費用就是我買單 然後你也會獲得我們阿公董咖啡的那個 綠瓜吃的咖啡 所以今天他們一樣 稍微會出他們原本的菜單 但是原本的菜單有一些太難 我們學不會 所以今天會 如果是由如錫跟我 跟大家服務的話 就是 兩種 就是有手沖的跟拿鐵 這兩種 如果你已經想好你要喝什麼的話 你就可以點餐 不要一次點太快 因為我覺得我會手操 好 那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天的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 開店了 開店 怎麼 怎麼怎麼又一張 最後一張 所以要崩潰了 沒有我只怕弄不出好喝的 這是用哪個 欸請問誰是58號 58號外帶杯 我已經出了第一杯了是不是 對對對 哇 謝謝我的 出了七杯了 我們賣出了120塊了 希望它好喝謝謝 哇仔仔的厲害喔 這杯兔子稍微有點檳榔嘴 嘴巴萬一原樣 檳榔 檳榔嘴 來吃菜喔 這個是吃檳榔的兔子 所以它嘴邊有一段 稍微有點火腸海的概念 哈囉 你要小心喔 不好意思 小心燙 希望好喝 謝謝 好 好 你好 像是一個充飾椅子 對 這是一個小頭瑞麵煎炸的兔子 阿姨感覺好像有點熟 對對對對對 謝謝你小心燙喔 你可以摸這個 小心小心小心 謝謝 對謝謝 希望好喝 最後一杯 拿鐵 感謝 可以的 最後一杯 剛剛我們兩個沖的咖啡有沒有人要推貨 其實我剛剛有前兩杯有比例我加錯 但是還沒人發現 手沖的有什麼要改進的嗎 有沒有什麼要給我一些建議之類的 太香了太香 太香了 太香了 好 講完 謝謝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進行我們的第二part活動 嗯 有沒有現場有沒有人要分享一下 你喝到什麼 有沒有 我喝到咖啡 我喝到咖啡 你覺得喝起來有 我感覺喝起來有一點木頭的香味 木頭 有嗎 所以可能是木工 有嗎 大家可以想像 當時我們做這個四個口味的時候 有幾個想法 鐵工是很厚實的 厚實的 對 然後 焊接的咖啡喝起來會很明亮的 所以感覺是比較淺焙的 對 如果是消防會是什麼感覺 消防當初做的是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 幫助大家很安全的職業 所以我當初選 消防是咖啡豆的處理法 裡面有一個叫 第一咖啡因處理法 他把咖啡因先拿了出來 所以它味道有一種很特殊的一種 納豆的那種 納豆 我覺得它喝起來 滿有水墊感的 因為做水墊的人 都很有調理 因為水墊我們從水壓到前面的 安培柱都要先涮好 涮好再配 我有碰過那個我做完 做完裝潢之後 那種鍋桶沒有電 它沒有插上去 好 所以你想像我水墊是比較 也沒有啦 多材多益 所以又要專 很調皮啊 對又要接電 所以有可能豐富 味道很豐富的可能是水墊 好 都寫完了 都做答案 都好了 好 那我們來公布答案囉 寫漢爹的舉手 好 你們出局了 好險 怎麼那麼快 怎麼那麼快 水墊的舉手 你們也出局了 寫木工的舉手 木工贏了 木工有效 但是大家剛剛可能 忘記了一個關鍵 就是我剛剛問他說 你喝起來什麼感覺的時候 你說 我感覺喝起來 有一點木頭的香味 你這樣吃點提示嗎 沒有沒有 我是剛剛一開始 我不知道答案 還不知道 我們真的搞不懂他 到底是會喝還是不會喝 會 應該是經過一上午的訓練 今天上午的訓練之後 有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第二關 來 請轉向 開始做答 先寫完先那個 好 第一個 好 那我們來公布正確答案囉 好 第一杯 這個是驚喜千金 Rucci用的 第二杯 這是我做的 第三杯 這是舒嬅 所以 恭喜兩位進入總決賽 哪裡 出去 第三關 終極試煉 這兩位進到我們總冠軍的朋友 想不到今天變成他被評測試了 你有沒有覺得坐上去然後拿起來那個風感覺就像評審一樣要這樣做一個 真的很像評審 請問你要先試一下講一下第一杯的感受好了 這杯感覺怎麼樣呢 我覺得這一杯可能隨分比比較 隨分比 比較分離一些 隨分比 哇講出來隨分比比較分離一點 很厲害很厲害很專業 好 第二個 這杯我覺得那個Body比較飽滿 Body飽滿 哇講得好 我跟你講你這樣子 結果會有很兩極喔 要嘛真的你猜超準 要不然就是你會完全講錯 好 第三杯 第三杯我覺得香蕭比較 比較平衡 比較平衡 平衡比較好 我覺得這一杯也沒有什麼酸或苦的味道 真的就是比較平淡 然後這一杯 比它稍微重一點 但是就 也只有酸一點 然後這一杯味道 就又更酸 所以如果按照技巧上你覺得最好喝的 這兩杯在游泳 喔 你是這兩杯在游泳 那你覺得這三杯你覺得哪一杯是最好喝的 很難學者 你覺得這個Body跟這個水粉比 黃金比例比起來 因為我剛剛有點手沖 所以有一個Bag One的對照的話 一開始這個Body也是比較濃郁一點 那你按照這個Body想像一下 哪一個比較像是他的Body呢 因為手沖是他沖的嘛 我懷疑你是在開車 那你猜一下 口味你覺得 以我個人的喜歡我是比較喜歡這兩杯 你喜歡這兩杯 好我們再給你們10秒 請做答 請做答 有啊 有人猜對了 真的 真的有人猜對了 真的有人猜對了 這個冠軍出爐了 這個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強耶 我們公布答案前 舒外老師有要講解什麼樣的人 咖啡是很主觀 那我覺得其實就 找自己喜好而已 你居然找很專業的人來猜 也不一定猜不到 因為其實你每次在喝的時候 是用筆的 比如說你當一個喝的是 從你過去的印象去喝 跟你印象的那一杯好東西 其實是沒有辦法 還是有標準的 可是在三個在喝的時候 平衡的還是 膚顯香氣的 還是膚顯口感的 都會有 在比較中 會有一個比較好 你這個好的東西 是你個人的喜好 都沒有對的秀運作 那你有沒有想要分享一下 今天學咖啡幾個小時 我覺得跟舒華老師學到蠻多 因為老師都會講一些 就是他會用譬喻去形容很多 不同的那個咖啡的味覺的那個感受 那像我自己就偏比較喜歡 稍微重口味一點的咖啡這樣 做工業的觀念 欸有可能喔 工業重口味 對 對對對 然後舒華老師是 不管什麼樣的味道 他都可以就自由的去調整跟搭配 我覺得這是 咖啡是專業的地方這樣 所以今天是 真的是很開心的一天 感謝大家 謝謝舒華老師 那最後由我來公布解答 在解答前 因為我們早上有 其實有比的一個比賽 很有趣的是其實 我們今天沖完了之後 我們一開始覺得好喝的咖啡 舒華跟我們講完之後 我們突然又覺得 好像原本我們覺得好喝 好像不是好喝 只是口味比較重 或是口味比較淡 今天其實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舒華有開的選擇課程 對 如果你真的從今天開始 對咖啡有很多的興趣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選擇課程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公布解答 2023年超認真第一屆品味咖啡師 品味大賽 我們恭喜 冠軍 得主是 走位 哇 太厲害了 所以你今天所有的消費員 買單 然後你同時可以獲得 把公主的咖啡豆 謝謝 謝謝 感謝各位今天來參與我們就是 超認真的特別線上活動 那希望以後我們也會多多參與 我們其他就是線下有趣的東西 那也會把一些有趣的影片跟內容 都放在我們的會員 讓大家知道 那這也是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禮拜見囉 拜託 快點 這是什麼東西 欸他不知道欸 喔你不知道 那是什麼 很多男生以前看的影片裡面 這個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經典的角色 是一個卡通的嗎 欸 都啦A夢 都啦A夢也算啦 都啦A夢裡面的時間暫停 對 喔是喔 就是可以讓時間暫停 然後發生你想發生的事 有啊我有看過都啦A夢啊 真的嗎 那你會帶回去給你爸 我說時間暫停這樣 對 回去看你爸什麼反應再告訴我 CAD就是Creators at Taiwan 是位新媒體創造的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aving Video AV訂閱CAD 就可以提早兩個禮拜 看到我們的全新影片囉 媽學